Fly into the sky 乐团演奏伴随轻柔人声合唱 由空军第七连队飞官 地勤官所组成的乐团虎团 12月2号在国军第56届文艺金像奖颁奖典礼 演唱这首Fly into the sky 并且歌曲获得了音乐类励志歌曲像银像奖 天空为何令人向往 到处充满期待和渴望 哪里是新的方向 就在三万英尺之上 乐团所创作的这首歌曲 发响者也包含两年前殉职的F5战机飞行员朱冠萌 团员也将歌曲得奖的讯息带给朱冠萌 并在IG两篇发文标记朱冠萌的账号 写到你的作品得奖了 我们明天见 以及送你属于我们的荣耀 字句中充满虎团成员们对于朱冠萌的想念 这首歌曲承载袍泽对朱冠萌的情谊 以及飞行员守护领空的使命与决心 毕竟我们是飞行员 那想要守护领空的这片心我相信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任何一个军人啊 那今天我们是应该算是第一线初级的就是第一线初级的军人 不管是我们对国家的感情 不管是想要保护家人的信念 这些我们都把它写进去歌词里面 国君透过文艺的力量向民众传达保家卫国的心情 江忠豪说 得奖后最想跟朱冠萌说 我们很想念你 也将继续秉持你的梦想 为音乐 生活 工作 而努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林 黄雁玲 综合报导